莫德斯特打捏了,小格却活跃在社交平台客场艰难逼平江苏苏宁队,天津全舰队的将士们得以利用短暂的间歇气喘上一口气,与苏宁队一战,帕托扛起全队的进攻大旗,和巴西人既当爹又当妈的老母作风相比,与全舰闹僵的莫德斯特实在是遭人唾弃,随着欧洲主流联赛转会窗口的关闭, 此前气焰嚣张的莫德斯特有些打念了,而已经远离全线球尼失线的另一名巴西外人格乌尔尼奥,近来得在国内社交平台十分活跃,此前莫德斯特在其个人社交平台上极其活跃,他不仅将全舰俱乐部告上飞愤,更是希望在欧洲各大联赛转会窗口关闭前申请下来临时转会证明,从而彻底叛逃全舰, 其间,其曾与沙特的阿尔西拉尔,以及吐超加拉塔萨雷走得很近,但都因为与全舰存在合同纠纷,最终未能如愿跳槽,不久前,土耳其媒体曾爆料趁,全舰方面给莫德斯特前在夏家军发送了相关律师函,告诉他们签下莫德斯特需要承担的法律风险, 其中就包含了1.6亿元赔偿金,如此可见,天津全舰算是用1.6亿元赔偿金,将莫德斯特成功制服了,避免让他免费离队,加之如今法甲、西甲、德甲、土钞等大联赛转会窗口统统关闭,莫德斯特依旧没有下家可言, 法国人如今的名声已经臭遍欧陆,而他口口声声说的全舰许诺给他的奖金合同,他也拿不出来,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,其大有任总之事,这边全舰与莫德斯特的纠纷,竟带FIFA最后的裁决,而全舰队的另一位外援,格乌尔尼奥则频繁活跃,在国内社交媒体上,此前巴西媒体曾报道趁,格乌尔尼奥年底将回归全舰, 这对于莫师两名外援的全舰而言无疑是一个补充,不过小格金两个赛季表现乏善可陈,即便回到全舰,恐怕也拿过重用,撞文,留恒昌右下点个赞,感谢您,光看中间打个赏多少不足等。